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题 那这题呢是三角函数 那跟等差 那一开始你看到等差呢 你可以用什么 就是用中间向等于前后两项相加 那配合合角去解 那我试着尝试给一个比较几何的观点 几何观点就是说看到cos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单位元上的x坐标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现在这三个点呢 它这里都夹60度 那我要去看它的x坐标 所以如果你在稍微 p一点往这边偏一点点 那这边是比较长的 然后这里的话呢是一样长 那再往过来这边偏的时候呢 对 所以右边会比较长 所以在中间的时候呢 这两个这才是一个等差情况 那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移到这个点的时候呢 这两个长度一样 可是它也不算等差 因为这是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等差它就是公差要一样 而且是不只是绝对是一样 而且是正负号都要一样 所以这不能选 所以真正可以发生 就只有在这个点跟这个点 那一开始的细塔范围是0到180 所以三细塔呢 其实是0到540 在0到540里面呢 可以发生的就是这个90 270 那还有这个450 所以总共有三个点呢 可以让这个发生 所以因此这点答案呢 就是这个选项3 turn 等 对 双 双 双 引 双 双